嘿,我的臭宝们,邯郸初中生杀人埋尸案简直让人毛骨悚然。 罗祥教授对此案进行了深刻的评论,他指出这次刑事责任年龄成为焦点话题, 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对于这些特殊的犯罪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溯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罗祥教授还强调,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需要特殊考虑,不能简单地将给予成年人犯罪等同对待。 他还指出了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背景和家庭因素的重要性, 家庭、学校、社会应该共同努力为未成年人提供稳定的生长环境, 加强法治教育,关注他们的心理需求,并给予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人性从来都是弯曲的区目,绝非虚无的白旨,法律也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 对于孩子而言,最重要的依然是培养对人对己的尊重, 但法律所能做到的就是对于犯下滔天大罪的人依然要践行必要的惩罚, 只有惩罚才能带来改造的效果。 对于这个案件,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让我们共同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下期见,拜拜。